欢迎回来 感恩您点进来我的视频 今天我们来做芝士烤番茄 希望大家会喜欢 番茄香浓多汁 配着烤的香香的芝士 真的是说不出的美味哦 番茄营养丰富 烤熟吃则更有助于番茄红素的吸收哦 赶紧关注我的频道 顺手收藏食谱了 不然还真怕你找不到我了 材料有番茄芝士和杂豆 番茄洗净后 番茄上段切一刀 然后用汤匙挖出番茄肉 番茄要选大一点的 才能装更多的馅料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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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像这样就可以了 我是用剪刀剪碎 因为不想浪费番茄汁 番茄的盖子也切碎 来调味把一汤匙番茄酱 一茶匙胡椒盐 少许香菜 搅拌均匀 烤盘铺上铝箔纸 放入两粒番茄刚刚好 番茄空心填满馅料 番茄上铺满满的芝士 番茄铺 送入烤箱,开始烤番茄了 以200度烤5分钟左右 芝士融化了,但我想要芝士烤焦一点,就额外烤3分钟吧 芝士烤番茄做好了,卖相很不错吧 芝士外层酥脆里面,柔软很香的芝士味道配着浓郁多汁的番茄一起吃,一点也不油腻,好吃哦 使用番茄有一定的美白作用,但不会改变人的正常肤色,番茄含有大量的番茄红素和维生素C,这两类物质都是很强的抗氧化剂,可以抵抗氧化作用产生的自由基,具有淡化色素般和美白作用 但正常人的肤色由皮肤中的色素细胞大小决定,而不是通过饮食即可改变正常的肤色 番茄红素有很强的保护前列腺的作用,天天适当吃番茄能够降低前列腺癌,列腺肥大,前列腺炎的发生几率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食谱分享,别忘了要把这美味食谱分享出去给家人朋友哦 喜欢烹饪的朋友不妨考虑关注我的频道,有更多美味食谱哦 如果可以,请给我一个赞,是给我最大的鼓励,感恩大家 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分享给大家 中午是中文视频,晚上八点半,为英语版本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,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,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 记得要我的频道,有三千多个食谱,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,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 我喜欢简单食谱,因为我相信美味的食物也一定要简单,可以快速完成 毕竟每天的事情已经这么多了,对吗 我的频道里还有更多美味的简易食谱,有兴趣的朋友记得也要去看看了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,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,我们下一个视频不见不散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